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阿尔萨斯这个工具的使用和它的进阶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阿尔萨斯它能够做什么 这个单词读作阿尔萨斯 我们念成阿尔萨斯 这个是它的logo,很漂亮的一个logo 是阿里巴巴开源的一个Java的诊断工具 深受开发者喜爱 在企业里面用的非常多 那我们在Java的课程当中 有必要给在座的这个Java程序员 介绍一下这个工具的使用 那这个工具到底有什么用呢 那刚刚提到了是一个诊断工具 那它诊断什么呢 我们的项目做好以后 尤其是web项目把它部署到服务器上面了 那么它在服务器上面运行的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现象 而这些奇怪的现象或者bug 我们在实际线下开发的时候 往往是发现不了或者很难发现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让我们的这个项目 在服务器上面现场的运行环境当中 去进行一些检测 去看它到底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这个呢 就可以由这个Arsus来胜任 所以这个Arsus工具 在企业当中是广泛使用的 那它主要解决哪一些问题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加个类在类存当中运行 它到底打包在哪个架包里面呢 我们知道一个web项目动不动就是几十个架包 那有的时候我想找到某一个类 到底在哪个架包 那怎么找呢 这个就可以由Arsus帮我们找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了某一个用户 在访问过程当中 它的数据处理有问题 而这种现象呢 它只有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在实际的应用环境中才会出现 你在线下自己开发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调试 而且它也没有办法重现 那这个怎么办 我们也要通过Arsus去检测 那么这只是它比较常见的两种用方式啊 那这里面我们写了起点 比如说我能不能通过一个全局的视角 来查看系统它的一个运行状态呢 还有我有没有办法看到 整个这个加把蓄力机 它实时运行的一个状态呢 还有我能不能生成一些检测的这个火焰图呢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有了Arsus这个工具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由来 那阿里巴巴我们也知道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企业啊 那么它现在也做了越来越多的 免费开源的诊断工具 这个Arsus就是其中之一 那它Arsus它运行也是有要求的啊 这个是它的运行运行的一个环境要求 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那首先 它必须要运行在什么地方呢 它必须要运行在GDK6.0以上的版本 那现在这个版本呢也算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版本了 而且呢因为是用Java编写的 它运行在Java叙利机里面 所以它跨平 跨平台使用了 支持Linux 苹果和Windows系统 那我们这个下面呢 我们会介绍Linux和Windows 那么以后我们主要其实应用在Linux系统里面 因为我们Java开发好了以后 它往往运行的一个环境呢 是在Linux里面会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后面的课程 都是在Linux下面操作 那么它的没有很漂亮的这个界面啊 那它就是一个命令行方式的交互模式 所以我们要学不少命令 实际上有不少命令和Linux的命令 还类似 所以你如果熟悉Linux操作的话 那么你Arsus要上手 还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些 像Linux一样自动补权的功能 可以进一步方便我们进行一些 问题的诊断和判断 这就是Arsus的一个介绍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一下 怎么样安装Arsus